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在杭州的龙发城市厨房这里 这个地方也叫杭州的龙都城 这个就相当于杭州的一个龙帽市场 一个大型的龙帽市场综合体啊 也是一个批发市场 这里面什么农产品都卖啊 今天啊,我准备在这个地方去买点菜 顺便给大家看看 这里的菜价怎么样,贵不贵啊 就从这里进去 看一看这个龙帽市场综合体到底怎么样 我现在是在他这个二楼啊 二楼是生活集市 一楼是冷链产品啊 这个二楼生活集市这里就是卖蔬菜的 看一下这里面的装饰还是相当的豪华呀 里面买菜的人也是相当的多啊 你看看,一眼望不到边啊 都是人 里面都是开空调的 相当的干净啊 装华装潢的也是相当的不错啊 看一下 我来在这里面买点菜 看看这边的菜价怎么样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蔬菜 清女做的蔬菜相当的新鲜呢 看一下这个毛豆 他这个毛豆啊 很饱满的 绿色毛豆 阿爷这毛豆怎么卖的 5块5是吧 来弄一点 5块5的毛豆 看一下他在买菜的 老年人啊 老年人啊 年轻人啊 我一顿吃一顿吃 你一顿吃你别搞太多了 我再看看别的 有没有青椒呀 青椒是怎么卖的 就这样啊 8块5是吧 螺丝胶8块5 可能贵一点啊 这红的红的胶呢 红胶多啊 差不多价格 那混混买些吗 差不多价格 买一点吗 拿四个青椒 按8块5上吗 啊 有没有有没有黄瓜呀 黄瓜有没有 黄瓜 黄瓜是怎么卖的 黄瓜 这个好多黄瓜钱 6块 给我2块钱吧 看一看看看 要提的还是要好的 好的是包红6的 那个很绿的 那个是白的 你拿给我看一看啊 我都没看到 2块9 2块9一个 有好的 有有不好的啊 这黄瓜和分档次的 这九层 九层 哪个是好的 你不出来的 那个是好的是吧 这六块 那这个是五块 这五块 你你傻 这是我傻 你这五块 这六块 看上去 二十一 二十一 这五块 看上去都差不多 拿个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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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看 这姜豆怎么卖的 姜豆7块 姜豆7块 这窝笋 窝笋呢 窝笋5块 秦菜 秦菜 秦菜怎么卖的 秦菜8块5 感觉这边的这个价格啊 价格不是不是不是很便宜啊 还是比较贵的啊 看看 这种菜都有 阿姨你帮我算一下 我这多少钱啊 算一下多少钱 现在暂时就这样 从给我一件 这8块钱一斤 给我一点 青椒4块啊 4块7 4个4块7 3块1 因为黄瓜3块1 还有毛豆 3块1 这是8块7 那个 4块7 3块1 7块8 可以黄瓜 7块8 加个一块 12块8 12块钱行不行 帮我不好 那呢 帮我不好 呀 小腿生意 赚了我毛钱 哦 那呢 帮我 我就等你 两样白白的 三个书寸 12块 12块8 12块8 看一下啊 这个摊位啊 这个摊位很多人在这买啊 也不知道这这个摊位是便宜 新鲜是不是啊 你怎么知道他这个摊位就新 我们他开箱的买的系统 就他家新鲜 别的家就不新鲜 是不是我们好像习惯了 他那个价格怎么样 是不是比 跟别的商量差不多 这便宜点 这便宜点是不是啊 早知道就这样摆了 看一下啊 你这个地方很多人在这买啊 听这个 金方邻居说啊 这边菜新鲜啊 便宜点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看一看 你看好多人在这买 感觉抢手 相当抢手啊 看一看 好多附近的 金方邻居 都是在这买 新鲜便宜啊 我来问一个价格 看看是不是新鲜便宜啊 这黄瓜怎么卖的 黄瓜4块5 黄瓜4块5 对 好像是的 我刚才在那买黄瓜 好的6块啊 差的5块 这4块5 好家伙 看看 4块9啊 这么多人大家买是有原因的 确实相对便宜点啊 这菜子买卖 你看这边 就相对冷清了很多 你看没啥人来买 这形成了 鲜便的对比啊 看看 说明啊 群众的眼睛是选亮的 4块5 3个4个2 3个5 你看这个老板娘 老板娘忙的 有一个闪毁鞋子啊 忙死了 这老板娘 买了人太多了 看一下这边就是卖各种各样的肉的 羊肉牛肉猪肉啊 批发看到了 很多人在这买啊 大家看看这边的这个羊牛肉 猪肉的价格怎么样 贵不贵 看看这个猪肉批发销售专区 这是批发 是被批发买的啊 14块 这个这个小羊肉怎么卖了 26 这没有了 26 这这个肉 这种肉 这种肉怎么卖了 这个19 19啊 对 来个10块钱是不是 OK这个这个 就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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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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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多啊 这19吗 对 10块钱 这 这应该是这个前后腿有19块钱一斤 11块 好好好 这骨头怎么卖的 骨头怎么卖的 13 骨头13 是 看一下这边是卖鸡蛋的 大家看看这边的鸡蛋的价格 小土鸡蛋8块钱一斤 鸡鸟喉1块5一个 鸡鸟喉是什么东西 乌鸡蛋8块9 看一看 咸鸭蛋1块5 这里面它是卖各种各样的蛋的 有咸鸭蛋 有土鸡蛋 各种各样的蛋都有 看一下 这是皮蛋 13 一盒 无菌蛋23块8一盒无菌蛋 再看看这边 黄山土鸡蛋18一斤 散养的这个这个蛋15 乌鸡蛋9块8 绿发土鸡蛋13 三毫土鸡蛋12 各种鸡蛋 看他这鸡蛋太多了 但是这个价格都是十几块钱差不多 品质比较好的价格 鸡蛋都要十几块钱 再看看这边的鸡蛋 看看这边都是各种各样的鸡蛋 这边的鸡蛋 看下这边的鸡蛋 土鸡蛋9块 松花蛋10块 炒鸡蛋10块 炒鸡蛋10块 炒鸡蛋7块 鸡蛋8块 看到了 这就是鸡蛋的价格 我的菜已经买好了 带大家看看都买了一些什么菜啊 刚才买了一个一点小肝鱼啊 这小肝鱼 35亿斤啊 还有一个肉啊 肉就是前后腿有19块钱一斤 然后蔬菜蔬菜青椒的话 8块钱8块5一斤的毛豆5块 然后买个黄瓜五六块 这就是我今天买的这个整体价格的话跟 这个杭州的一般的农贸市场价格差不多的 也不便宜 但是他这个里面的 这个是一个大型的商业综合体啊 来买菜 说实话环境是相当好的 干净整洁 大家觉得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啊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关注 感谢支持 拜拜 下期见